比如说基本上我们B栏C栏F栏这是可以输入的 其他栏都不能输入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知道 E先就是选择其中一个输 自动带出这两个 那再输入它的数量 再来是输入它的地区 那如果说呢 业务人员想要说 那我输算你便宜一点好了 比如说我给你算打个八折好了 比如说八折的话 就是大概给他一百 给他三百的话 八三二四两百四 你会发现哦 我要改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现 当然理论上资料是不能乱改 因为使用者端的东西 你会发现呢 都很容易 即便你跟他讲了 不要乱动不要乱动 但是他还是会乱动 OK因为人嘛 人一定会有很多的变数 那所以呢 你为了要避免说 这些变数不要发生的话 你一定要限制他 而且你要告诉他说 你这边不要乱动 OK 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嘛 就是说有一些风景区嘛 你要立个告示牌 请勿进入 此地危险 OK 有一个那个凸出来一块 大家就很喜欢圈面照相嘛 后来立个 后来好像封起来了吧 不能进去了 我好像有看过 真的有人在那边拍照拍一拍掉下去的 刚好 一二三 人不见了 因为不小心跌倒 还好他底下有一个小斜坡 他就掉到那个小斜坡 那也就是说呢 你需要做什么呢 防止他这边任意的去篡改 OK 那怎么样防止资料篡改 对不对 就是说 一 当你BC 你总共会有需要能够改的 只有这个BDF 就是周知双数 246 这几栏可以修改 那你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这几栏选起来 按Ctrl键 那你可以先做一些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把它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取消 保护取消一下 把BDF选起来 按右键储存个格式 你可以先把他的保护怎么样 预设是一定是锁定的 他预设情况是有锁定的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锁定取消掉 取消的话呢 表示只有这几栏不保护 那其他栏的预设呢 都是保护状态 OK 那你就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到什么 保护里面呢 把这个地方 教育里面 会有一个保护工作表 你就把保护工作表里面的密码 再输入进去吧 比如说建议一定要输入 因为你没有输入的话 一般人直接可以取消 那再输入 我是输入1234 这个时候呢 做完之后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本来这边预先有公式 那这公式 也不显示的 因为保护里面呢 它会顺便帮你把 刚刚有那个 右键锁定还有个隐藏 预设隐藏也是打勾的 那如果你不隐藏公式的话 你可以把隐藏拿掉 它会帮你保护资料 不能输入之外 有没有 你一定要delete它也不行 你要输入也不行 只有呢 BDF这几栏 可以输入 可以做修改 OK 那这样我想 就会大大的让什么 你输入的自动化 比较符合你要的那个结果 因为呢 其实我发现 现在企业很多内部 在输入资料里面都非常混乱 那将来要汇诊之下 那个人就很头痛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没有统一啦 那有些 其实我是觉得 有需要有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需要 比如说预先 把这些事情先做好 然后呢再把这个档案给 前端的 这个这个人员 他让他去知 他第一个他前端的人员 在输入的自动化也方便 第二个呢 他也比较有机可循 甚至你可以在旁边做一些注解 请输入那些栏位 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这样就OK了 等到最后的话呢 资料在汇诊 汇诊在哪里呢 当然比较 一般性的是 直接把档案寄给你啦 再不然的话就放在 不过呢 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 也许汇诊到资料库啦 也是一个方案 那也许后面我们会在 做那个资料库的汇诊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我这边是有把这个颜色 做变更啦 会一式区隔 你可以 像我这边是 整栏 整栏 做 比如说那个灰色的底 然后呢 上面做个编号 让他知道说栏位名称 那这边的话就是 先选这三栏 再按右键 去做那个锁定 然后记得 那再用那个教育 那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做一个资料保护的动作 哦 没有 三栏 億 六 六